别眨眼 接下来的这张照片可能会颠覆你对宇宙的认识 甚至会让你怀疑你所认知的世界 在这张照片中 我们可以看到皎洁的月亮以及漫天的星辰 根据多普勒效应 这些蓝色的光点代表离我们越近 而这些红色的光点代表离我们越远 接下来我们将这张照片放大 你会发现月亮变得极为清晰 并且在它旁边还有一个蓝色网格 而奇迹就在那里 我们将其继续放大并增量后 会发现在如此小的一个区域内 竟然闪烁着大量的星星 而这些都只存在于那个小小的蓝色区域内 如果我们站在地球上观看 能看到的只是一个漆黑的点 而这张照片就是著名的哈勃集深场 2012年9月25日 NASA集结了十年内 哈勃望远镜拍摄的影像合成了它 而在这之前 人类还只能借助地面上的天文望远镜 对宇宙升空进行观测 但由于地球自转的影响 无法对宇宙中的某一个区域 进行长时间的曝光 所以那是人类无法看清宇宙深处发出的光 但这一切随着哈勃望远镜的发射而改变 因为它在太空中不受地球自转的影响 使得哈勃望远镜可以对准宇宙中的某一个区域 进行长时间的曝光 于是这张哈勃集深场便展现在了我们面前 它是在原先的哈勃超级升空场的基础上 再次选择了天卢座的宇宙升空区域 进行了长达50天的持续观测 累积曝光时间超过了200万秒 利用哈勃望远镜的高级寻天相机和广域相机 共拍摄了2000余张图像 并把哈勃视角延伸到了近红外区域 才最终组合成这张前所未有的哈勃集深场 它里面大部分的星系都来自于遥远的宇宙升空 我们知道 宇宙诞生于137亿年前 而这张哈勃集深场却可以回溯到132亿年前的星系 距离宇宙大爆炸不到5亿年 那时的星系处于年轻的成长时代 经常发生激烈的碰撞与合并 并且包含着大量格外灿烂的蓝巨星 由于受到了宇宙的膨胀和光速的限制 使它们发出的光刚刚抵达地球 所以哈勃集深场就是遥远过去的时光隧道 但在1990年哈勃升空之前 天文学家只能看到70亿光年外有限的几个星系 仅仅为宇宙年龄的一半 是无法观测早期宇宙中的星系是如何诞生和演化的 而哈勃望远镜让天文学家们 头一次看到了年轻星系的真实外形是怎样的 就像回放电影的一个个单真画面 揭示了婴儿宇宙结构的雏形和随后星系的动态演化阶段 但如今哈勃望远镜早已退役 在过去的30余年间 哈勃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美丽的宇宙图像 让我们领略到了宇宙的魅力 如今 詹姆斯维伯太空望远镜已经寄人 它不仅可以观测到更加遥远的星系 而且用识相较于哈勃也大大缩减 此次它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索早期的宇宙 最后 我们在感叹哈勃带给我们惊喜的同时 也期待微博望远镜能早日带给我们更多的感动